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主办的关都艺术节 今年迈入第28年 将于19月23号热闹开跑 今年依旧端出丰富多元的艺术饗宴 内容涵盖音乐 戏剧 舞蹈 还有布袋戏团将演出莫扎特的摩迪 并由来自国内外艺术家排除万难来台参与 由于今年轮到北一大艺术学院策划关都艺术节 加上今年适逢贝多芬250周年名单 今年的关都艺术节音乐节目格外精彩 也有朱宗庆打击乐团助阵 也有独树一帜的传统戏曲音乐 同时安排精致的室内乐演奏 另外更破天荒一口气邀请到 NSO国家交响乐团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高雄市立交响乐团 长荣交响乐团 以及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等国内六大交响乐团 难得同台敬演 刚卸任NSO音乐总监的吕邵佳 也将于艺术节期间 指挥北一大管弦乐团 带来贝多芬命运较长曲 堪称国内古典乐团的一大盛世 我要怎么样能够断除一个 值得大家来欣赏 或者是观赏的一个菜窑出来 那时候就规划了 就是想要做梦 然后把这几大乐团 全部把它汇集在一起 在这样子一个构思当中 有政风 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个无形当中 还要对我一个很好的 一个加持的一个作用 我想要逃回有光的地方 每年关渡艺术节 也另外结合电影创作 学系策划的关渡电影节 新媒体艺术学系的光艺术节 动画学系的关渡国际动画节 一起在后疫情时代 透过艺术盛宴 丰富社会大众的心灵 中国面台记者 杨仁祥 张昭伦 台北什么报道